爱情这种东西呢 在遇到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就变得越来越明显 就算捂住嘴巴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尤其是对于一些女生来说 在遇到自己想共度余生的人 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心 放在对方的身上 就算有些人天生大大烈烈的 也会为了自己爱的人 变得温柔可人 女人情到深处 平日里会有这样的小动作 隐藏不了 第一种看你的时候 眼睛里会有小星星 就像刚刚说的一样 爱情这种东西就算捂住嘴巴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嘴巴可以说谎 但是爱一个人的眼神不会 所以当你发现一个女人 每次看你都会有一种 崇拜的眼神的时候 就证明你在她心中的地位 是非常高的 而她也是非常喜欢你的 有的时候怕你发现 会故意隐藏自己的眼神 但是不管怎么隐藏 总会在某个时刻暴露出自己 第二种跟你单独在一起 会主动地拥抱你 如果一个女人是真的特别喜欢你的话 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要抱着你 可能你在追对方的时候 用尽了很多套路 得不到对方爱你的一句话 但是虽然她不说 也会从她的行为上暴露自己 当一个女人主动拥抱你的时候 就证明你在她心里还是非常有地位的 因为对女人来说 只有对自己爱的人才会这么主动 不爱的人压根连理都不详理 第三种 见到你就知道傻笑的人 在爱的人面前 情绪表达的肯定会特别的明显 尤其是在两个彼此向爱的情语身上 见到对方就会杀了后 就算什么话都不说 也会将自己的情绪全写在脸上 所以当一个女人一见到你就知道傻笑 就证明她对你的感情 已经情到深处 就算不说话 脸上也会露出幸福的笑容 沟通之道 谨言盛行 一语成衬 一语成仇 在与女性相处的过程中 过度轻率的言辞 往往是需要极力避免的 有些话题即便你心中有数 也应该保持沉默 不宜轻易发表意见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破坏一段美好的关系 并不需要太多的行为 有时候只是一句不经意的话 甚至是一个不当的表情包 就足以引起误解 这些误解一旦形成 想要澄清却异常困难 初时阶段 尤其不宜轻易许诺 或者夸夸其谈 过大的承诺 很容易被视为不真诚的行为 仿佛是用来诱骗对方的调耳 而不是真心实意地建立一段关系 如果你无法兑现那些承诺 不仅会损害对方对你的信任 即便能实现 过早的承诺也可能使关系发展过快 导致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感 建立信任是一种技能 包括你的言谈举止 处理事情的方式以及你的可靠性 在与女性交往时 除了不应轻易做出承诺来 还应避免无畏地自夸 如贫贩引用我妈说 我姐说 我哥说等 这些话语可能显示出你的依赖性 和未完全成熟 虽然这样的言论 可能只是表明你还未独立 需要依赖家人的意见 但这种表现在某种程度上 仅仅显得你不够成熟 然而过度自夸或吹嘘 则是更加不可取的行为 这通常显示出一个人的浮夸和不切实际 往往是因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自卑 导致他们试图通过夸大自己的成就 来赢得他人的认可 这种行为不仅不会增加他人对你的尊重 反而可能让你显得轻浮 不被人真正信任 在任何交往中 保持真实和谦逊是赢得他人心的关键 自力更生 心智坚强 为人之本 必命之要 在恋爱关系中 男生首先需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你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 拥有自主决策的权利 过度依赖家人的意见 尤其是在恋爱中频繁引诱我妈说 我姐说 我哥说 我哥说 不仅显得你缺乏自主性 而且可能会给人一种 未成熟的印象 真正的成熟男性 应当能够自行做出决策 而不是总是依赖于家人的指导与嘱托 谈恋爱的真正意义在于与伴侣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一个理想的伴侣 应当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 展现出责任感和决断力 不断重复我家人怎么说的话术 会让对方感觉到你在情感上的不自立 这种依赖性是恋爱中的大忌 女性普遍更倾向于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伴侣 一个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并担当起生活责任的人 此外男性的形象应当是坚定和可靠的 平凡引用家人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为一种不够坚定的个性 这不仅会削弱女性对你的信任感 还可能影响她对你作为未来潜在长期伴侣的看法 想教一下 一个男人如果总是引述他的家人的意见 他真的能够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和挑战吗 很可能不会 这种行为更容易被视为缺乏独立性和成熟度 在与女性的相处中 避免过度提及家人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谈话中减少使用如我妈说 我姐说 我哥说等表达 更能显示出你作为一个成熟独立男性的形象 这样不仅能够加强你在恋爱中的吸引力 还能够建立起更健康和平等的伴侣关系 财高达等 志在千里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真正有实力的人往往是最低调的 这是因为他们拥有坚实的底气和自信 无需通过外在的夸张表现来赢得认可和赞赏 内心真正自信的人 其能力和价值自然会在适当的时候展现出来 被人发现和欣赏 而不需要刻意去强调 在与女性相处时 停烦吹嘘自己的成就或家事 试图通过语言来展示自己的所谓优点 这种行为往往透露出一种不安和虚荣心 这并不是真正的自信 事实上 这种过度的自夸 往往会被视为狂妄和轻浮 让人觉得你不够成熟和谦虚 反而会降低你在他人眼中的价值 相反那些真正成熟和可靠的男性 他们倾向于用行动而非言语来展示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他们知道 真正的实力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 而是通过一贯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的 这种行动上的证明 比任何语言上的夸赞都更能赢得尊重和信任 女性很容易辨别一个男人的真实品质 过多的虚言和夸大其词只会增加他们对你的负面印象 并不会对你们的关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 实际上真正聪明的女性会对那些能够安心做事 通过行动展示自己的男性感到更加欣赏和信任 因此在与女性相处的过程中 最好是坚持实实在在做人 诚诚恳恳做事 让对方通过你的实际行为来了解和认可你 这才是建立健康关系的正确途径 而那些无休止的自夸和虚言大话 最终只会使你陷入尴尬的境点 当对方终于看穿这些虚假的炫耀时 你可能会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 严慰心声 诺维心症 心诺者多 难得今时 在现代社交的虚拟世界中 有些男性可能会过于急切地在微信上提出求婚 这种行为看似浪漫 仿佛蕴含了一件钟情的元素 但实际上 大多数女性对此会持怀疑态度 真正懂得爱情的女性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承诺 内心的反应通常是冷淡的一笑 这种迅速的承诺 往往被视为不成熟甚至幼稚 不足以被当真 蛮性在追求女性时 常常高高了自己的魅力和女性的反应 她们可能误以为 简单的一句承诺或几句甜言蜜语 就能赢得女性的心 然而真正聪明的女性 不会轻易被这些浮夸的言辞所动摇 她们在寻找的是实际行动和真诚的情感 而不是空洞无力的承诺 在男女关系中 承诺应当谨慎给出 且是实时度 在恋爱阶段应做出相应的承诺 在更严肃的婚姻讨论时 才应考虑更深远的承诺 过早或不切实际的承诺 不仅可能造成对方的不适 还可能让对方质疑你的真诚与成熟度 男性在承诺方面 应展现出其责任感和诚信 真正的男子害儿会遵循一言九鼎的原则 即一旦承诺 就必须坚持到底 确保言出必行 行出必果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 那么最好是不要轻易许下任何承诺 这种稳重和可靠的态度 才是建立持久关系的基石 也是赢得女性尊重和信任的关键 当两颗曾经紧紧相依的心 在时间的洪流中 渐渐失去了彼此的消息 那份曾经炽热的情感 是否也会随着断连的日久 而慢慢冷却 直至最终淡出记忆的角落 行人断连久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问句 它蕴含着对爱情深度 人性坚韧 以及时间力量的深刻探索 爱情如同春日里绽放的花朵 绚烂而短暂 当激情吞去 现实的棱角逐渐显露 原本紧密相连的两人 或许会因为各种原因而选择断连 这一刻情感的天空仿佛被乌云遮蔽 曾经的甜蜜与问心 都化作了遥远的回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瞬间 开始变得模糊 仿佛被岁月的风沙一点点侵蚀 然而情胆的微妙之处就在于 它并不会轻易地消逝 即便是在断连的日子里 那份深藏心底的爱意 仍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然涌现 它或许不再如初见识那般热烈 却多了几番深藏与醇厚 如同陈年的佳酿 略品略有味 对于断连的情人而言 内心的挣扎是无可避免的 一方面他们渴望得知对方的近况 想要知道在没有自己的日子里 对方是否安好 另一方面 他没有害怕面对现实 害怕那份曾经的爱意已经不复存在 只剩下冰冷的疏离与陌生 但正是在这种挣扎中 原本往往能够找到自我成长的力量 他们开始学会放下 学会接受现实的不完美 他们明白 爱情并非生活了全部 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 当这份释然涌上心头 那些曾经的伤痛与遗憾 便也随之烟消云散 时间是世间最伟大的疗愈师 他无声无息地流淌着 带走了一切伤痛与遗憾 在断联的日子里 时间像一把细腻的纱纸 慢慢打磨着人们心中的棱角 让那份曾经的爱意变得柔和而温暖 它让人们学会了宽容与理解 学会了珍惜眼前人与事 或许有一天 当我们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 再次想起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时 心中已不再有波澜 我们会微笑着告诉自己 那段时光虽然美好 但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才是更值得我们去珍惜与呵护的 情人锻炼久了 会不会就此放下 答案或许因人而异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应该相信时间的力量 内心的坚韧 只要我们愿意放下执念 勇敢地面对现实与未来 那么无论曾经的爱意 多么深刻与难忘 最终都会成为我们生命中 一段美好的记忆 而我们也将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成长与蜕变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安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